新世界财富分析师安德鲁·阿姆尔斯表示 越南的财富预计将在未来十年内可增长125% 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百万富翁数量而言 这将是所有国家中财富增幅最大的 文章指出 越南是跨国科技、汽车、电子、服装和纺织企业日益青睐的制造基地 越南目前有19400名美元百万富翁和58名美元千万富翁 值得一提的是,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相比 越南也被认为是一个安全的国家 这让企业更有动力在越南建立生产基地 据全球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的一份报告 越南靠近主要的海上贸易航线 拥有优良的战略位置、低廉的劳动力成本 以及支持户出口的基础设施 这些因素使越南成为国际投资的首选目的地